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北溪一號在這個俄烏戰事以前 以去年來說 它提供了這個德國跟歐洲許多國家 592億一年的這個立方米的 592億立方米的這個天然氣輸送量 它平均每年可以提供550億立方米 那你看看現在又秋天又快冬天了 歐洲又急需要能源 但事實上丹麥跟瑞典 丹麥現在已經把它那個周圍的五海里 把它封鎖起來了 因為它是出現在丹麥的這個 海波河木島那附近 北溪一號它是從俄羅斯的維保 到這個德國的格萊斯瓦德這個地方 不同於北溪二號 它是從另外一個這個特魯伊魯歌 那個地方然後也是到這個維保 也是到那個德國的這個 對也是到德國的那個 同一個城市格萊斯瓦德 他們兩條是平行的 北溪二號德國今年一日 俄物戰士爆發它不敢啟用 那北溪一號在八月的時候 八月底俄羅斯就以維修為名 幾乎已經完全 幾乎完全斷工了 那斷工可是北溪一號 它那個管線裡面 還是有些許的這個天然氣的氣體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爆炸 它能夠炸出 據說直徑一公里的這個地方 一公里的這個破洞漏 這個讓天然氣露出來 那挪威丹麥都指指是人為破壞 然後甚至就直接說俄羅斯 俄羅斯也認為說這是人為破壞 真的是人為破壞嗎 俄羅斯我剛不是講八月底 它就已經切斷供應了 我幹嘛去炸管線啊 我已經切斷了 我已經不給你 然後那個時候歐洲跟那個德國 都還在指責 還有波蘭這些國家 都還在指責俄羅斯說 你說那個維修管線是老掉牙的理由 我們不相信啦 你根本就是拿這個來當人員武器嘛 然後要逼迫我們就範 那俄羅斯也不理它 我說我要維修就是維修 我就斷工了 那既然它已經斷工了 我就沒有理由 那是2011年蓋好的一條 這個天然氣輸送管線 我要去炸了它 以後維修或者是有什麼樣的狀況 難道不用錢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今天昨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真的很懷疑 俄羅斯有這麼白目 自己去炸這個 北溪1號的管線嗎 它的這個震撼力是相當大的 剛剛光是看那個畫面呢 大家看到從這個水面底下 湧出了這個氣泡 一公里之大 但是呢 這個北溪這個系統 它說在同一天 同時發生這樣的破壞 是前所未有的事 而瑞典 其實他們也感受到 有記錄到這個震動 是說頗具威力的爆炸 然後呢 丹麥 挪威 芬蘭 地震台 他們也有記錄到爆炸的情況 那麼當然德國媒體就有說 欸 美國的CIA 倒是在幾個禮拜之前 曾經警告德國說 波羅的海天然氣管道 可能會遭到襲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訊息呢 那麼美國CIA 他說可能會遭到襲擊 那有沒有掌握到到底是誰會下手呢 會遭到襲擊的話誰幹的 這個其實才是關鍵吧 CIA有提出來嗎 有告訴德國嗎 那麼當然呢 現在我們看到有幾個疑點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2月的時候 也曾預告過要終結北溪管線 那另外還有一點 你說有沒有可能 跟波蘭有什麼關係 波蘭的前外長推特發文 感謝過美國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子一個疑慮 再來第三 美軍水下爆破隊有出現在附近 美軍有在這個附近 那跟美軍有關嗎 再來第四 爆破當天赫然發現 美軍的海鷹直升機 那麼為什麼他會在北溪二號管線 來來回回的飛行 我覺得多半是美國幹的 我為什麼會這樣認為 因為第一件事我們行凶 就看誰是最大獲利者 那北溪如果被炸掉 那歐洲就跟俄羅斯徹底斷了 那我講的是說 炸到不可恢復的狀態 那歐洲就被迫要開始採取 能源的替代選項 那這個就是美國最期待的 那第二個就是 俄羅斯你剛剛佔領了四州 統一空投過關嘛 那美國也要給你一點顏色看 這也是美蘇以前冷戰鬥爭 常有的現象 那第三個就是 因為這個海域離俄羅斯蠻遠的 坦白講俄羅斯要進來這裡 北約不可能不知道 我說那個軍方人員 包括潛水的爆破隊或者軍艦 事實上不可能靠近 所以一定是友軍啊 才有可能離那麼近 俄羅斯怎麼可能靠近呢 那第四個 我們說俄羅斯 即使它要展現說 我的恐怖是無所不在 事實上北溪一號它隨時可以關閉啊 它只要不提供就好了嘛 因為開關在它那邊啊 那第二個是 北溪二號根本就還沒營運 而且北溪二號現在施工的進度是94% 事實上也沒有辦法營運 因為合約已經廢止了 而且它已經從中國找到西伯利亞二號 所以如果從北溪一號的角度 俄羅斯要展示它的肌肉 它只要關閉就好了嘛 有必要炸嗎 而且即使有炸 它也不需要炸到不能恢復啊 它可以小炸就好啊 需要炸那麼大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林林總總 我說我四個歸納下來 不太可能是俄羅斯幹的 然後偏偏又是你看 美軍水下爆破隊還在附近 然後爆破當天還有看到 美軍的海陸直升機 美軍真要幹 它也可以指使 它的歐洲的好朋友去幹 給它相關的設備就好了嘛 對不對 因為爆破隊只要有相關的設備 那能夠潛水到一定的深度 就可以做了嘛 不過這些相關的國家 包括像丹麥等 都說我們要開始要好好的查 這件事 沒查啊 其實我比較意外的是 北溪一號對歐洲是這麼重要 那它的安全防衛竟然這麼弱 這我實在是 我的眼鏡都快掉下來了 這表示 這個德國你到底在幹什麼 這個你對北溪一號的依賴這麼大 然後德國我幾乎沒有看到它的 軍事上的保護啊 對北溪一號的保護 不知道你怎麼會毫無知情呢 甚至CIA比你還知道 對啊 警告德國 對不對 那這個就意味著 CIA可能是透過監聽啊 或者是根本就自己幹了 所以自己知道了 是啊 那不然為什麼德國都不知道 還需要別人告知 那你的軍人在幹什麼 你的旗暴單位在幹什麼 這個實在是太可笑了 所以看得出德國自己本身的缺陷 但是呢 剛才我們除了提到的是 美國 美國方面會不會就是一個得利者 因為剛才其實亮哥說 覺得美國 但是美國是不是就是得利者 那大家想想看 也聽聽看介大使的意見嘛 美國是得利者吧 美國當然如果 這個這一條如果因此斷了 俄羅斯不能通緝給 這個歐洲需要的國家了 那當然啦 就要跟美國買了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美國應該是得利者這倒沒錯 可是你說CIA有警告過 那真的是CIA下的手嗎 我看我們聊天室裡面 還有網友這樣寫 好但是呢 那波蘭呢 波蘭是不是也算是一個得利者 波蘭的前外長 在發推特的時候 還感謝美國 因為他強調這樣做 就今天發生這個是 迫使俄羅斯 向波蘭與烏克蘭 重新去談 經過那兩個國家的 亞馬歐洲天然氣管線 就要重新來談囉 那另外呢 波蘭這邊的炸了 但是波蘭卻在此時 舉行了波蘭 波羅的海天然氣管道項目的 開通儀式 這個領導人都去了 然後呢 這個是從挪威輸送氣體 10月1號投入使用 規模跟之前這個俄國的氣體 是相當的 所以呢 波蘭怎麼看 波蘭絕對也是受益者 你剛剛這幾點都是他受益的 很具體的 這些民政啊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那個爆炸地點 離波蘭很近 對他在波蘭跟那個丹麥中間的 那個水域中間 就是這邊 因為波蘭是這邊 丹麥在這邊 波蘭沒有美國同意 他不敢單幹 對 所以也有可能是跟美國合作 對不過就合作以後 波蘭又出賣美國說 是你幹的 這個世界上真的壞人很多 你知道 所以波蘭即使沒有幹 他也是樂觀其成的 或者提供很多協助 對 那這一條管道 我看這個 他這個海面上的這個波濤洶湧的情況 我根本就懷疑 那個北溪1號根本就沒有關 歐盟本來要7月7號這個管線關的 你看現在幾號了 現在已經9月多了 你看哪會有那麼多氣嗎 那個氣冒出來的是 根本就是還是那個整個管道 正在通氣當中啊 所以有人就是要阻止啊 有人就是要把這個氣吐止 北溪2號是沒有錯 北溪2號是還沒通 他根本沒有審核通過 停止審核 他炸的就是1號 他還沒有蓋完啊 對 你這個2號 他一共三 現在是好像說 有人說炸了三次 有人說炸了兩次 三個點啊 三個點 一號的是兩個 二號的是一個 你看一二三 所以這個是很狠 這個是沒有通氣我也把你毀了 通氣我現在就跟你斷了 所以根本就是讓北溪1號2號 就給它廢掉 是 那是針對德國的 事實上 俄羅斯進歐洲一條四條管線 當然還沒有算 還沒有算北溪2號 另外三條管線都是陸陸的 對沒有走海線 這是完全德國的 德國北溪1號 事實上20 大概最之前德國40%的天然氣 是走北溪1號的 是 那將來如果在北溪2號就是80% 所以美國不願意啊 所以這裡面真的是 這個國際政治的算計啊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凶狠啊 就是要一定要把人家斷掉為止 那現在這個情況的話 真的我覺得德國啊 如果這條北溪1號 還在偷偷通氣的話 那德國的冬天完蛋了 海皇鮑魚乾貝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哦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哦